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aka 重复 管我 没分要珍惜 就这东西 一会我们要用到 前两天我们在亚马逊上买了 可以配合空气炸锅使用的一些工具 大概有这么一个六件套 今天其实都用不太上 只有用到这个 这个东东 也不是个六件套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除了马分道之外 我们还要烤一个披萨 那个披萨很简单 我们在后边再来介绍 那现在我们就操作起来 七个格 所以我们就七个鸡蛋就可以了 鸡蛋因为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所以我就先用温水 把鸡蛋的温度先泡上来 不过蛋液太冷了 一会烤起来可能不太容易熟 打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放点盐 黑胡椒 然后把这个100毫升的牛奶加进去 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先拿手抓吧 对 用手抓 我说别拿手抓 拿手抓 对 别拿手抓 放点 说话呀 要不我来拍你来弄 香香又何必 放点西兰花进去 再放点火腿片 实话说我这是第一次做 所以有可能翻车 他们那个不是说倒满吗 它会胀出来对吗 是 还是会抽抽 会胀 会胀是吗 没有 看出来 看出来您是第一次做 这次咱们再试试 把菜放下边 对 把所有东西都放下边 把虾放中间 然后再给点火腿 这样的方式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我觉得你真做出来了 可能都差不多 没啥区别 有的时候就差那一点细节不一样 然后就味道差很多 你说的细节是什么细节 就是先放在后放在后细节 一个是自己掏钱 一个是朋友请客 看起来好冷 鸡蛋它自动的地心引力影响 它就自己下去了 博主还懂地理 要物理 哎呀 还懂地理 我还懂化学呢 对呀 做饭不就是一个化学的过程 喷你一点H2O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懂文学呢 你这样笑就是什么 谁胡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这么多 翻车了 看一眼 哈哈 翻这个就 你要做7个的话 我感觉5个鸡蛋足够 好嘞 5个鸡蛋 因为你还得加牛奶 主要是可能没算 刚才没把牛奶算进去 翻车喽 整段垮掉 放进去 完了 又是个问题 你现在开着机呢 对 我想把你这个酒样录下来 双拳难敌四手 我们刚才两个人四只手 把它平稳的放下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血泪教训 先把这个软软的模子放下去 然后再倒蛋液 350度12分钟 及时已到 还不错的感觉 好吃吗 好吃应该怎么说 好吃怎么说 我看你要吃哪条菜 这个行吗 大虾 coconut shrimp 行吗 椰子虾 可以 行 一会儿来这个 你先研究着 接下来 烤披萨 这个是在卡斯卡买的 披萨的一个饼皮 咱们就不用自己和面了 也非常简单 上次咱们录过一期 是直接在店里边买回来 已经做好的那种 然后直接入烤箱烤 咱们这一次用 空气炸锅 自己做一个 它这个盒里边就带了一个饺 一共8张饼 8个饺 几次不要钱呢 自己家里吃 然后切点肉肠 肉丸子 什么都行 咱要不切点肉丸子 你自己做的那个 你算了 那个是五香 有五香粉的味儿 那好吧 先煒个半分钟到一分钟 把让起司画一下 要不然的话 空气炸锅一吹 这个起司就飞到哪里 我自己吃 是不是可以double chase 对呀 把它淹没在下边 咱们来脱模 你已经看懂了 怎么样 喝 喝 大家一起走 你还没吃着 大概50秒吧 就这个效果 基本上就不会被吹到哪都是了 咱们有一个这样的架子 这也是第一次烤 400度 先烤个五分钟吧 咱们来脱模 你能别 练体操吗 嘿嘿 成功 有没有 你看 不错 不知道为了什么 中间这个可能是 三叶太多了吧 我觉得 有可能吧 反正中间这个 没特别熟 没想在这看拍呀 你掐我干嘛 说你还来这 我知道为什么中间这个没熟了 它那个热空气从边上这样往里走 边上的这都熟了 然后走到里边的 温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中间这个反正需要更多的温度去烤 怎么样 怎么样 哦 牙克性 还不错吧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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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滋滋冒流啊 你咬一口 咬一口吗 咬一口吗 来 尝尝 尝尝 没口福 看 什么都有啊 有菜有肉 有鸡蛋 有牛奶 咸淡适中朋友们 下面我们来 尝尝自己家做的披萨 太好吃了 我以为会不太像披萨 没想到简直太披萨了 哇 完美 简直真的很棒 妈妈 妈妈 是不是不给你看iPad的 你就一直搗拌 嗯 你能做好吗 你成熟一下行吗 你家老大不想的 嗯 行吗 能成熟点吗 那你反思一会儿 嗯 嗯 好吃吧 天哪 这么好吃的东西 还是要假装吃 对呀 好吃吗 嗯 那你该怎么说 对 Good 哇 宝宝认证了 呃 凉乳美食呢 都非常的简单 希望你能够一学就会 学以致用 吃好喝好 那我们本期的节目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那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在未来 每周两期 会更新我们的节目 你可以看到 如此可爱的小宝宝 嘿嘿嘿 还有美食 奶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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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